默认的wordpress为我们创建了两种主要的内容类型 一种叫做post中文翻译成了文章 另一种叫做page中文翻译成了页面 那么比如说像新闻产品博客这些经常要更新 并且需要使用分类进行管理的内容 一般我们都把它放在文章这种内容类型里面 文章里面的内容至少要属于一个分类 你也可以为文章去打上不同的分类的标签 那么分类和标签是两种为文章分类的方法 那么在后面的视频里我们会讲到 页面这种内容类型里面会经常放一些静态的 不用分类管理的内容 比如说个人的简介联系方式 网站的隐私条款使用说明等等 页面内容还可以拥有层级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可以在页面内容的下面 再去创建一些子页面 下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先登录到管理后台 然后点击文章 那么在这里你可以去管理所有的在网站里面的文章类型的内容 wordpress为我们添加了一个默认的文章的内容 世界你好 我们可以把鼠标放在这个标题上面 然后点一下这个编辑 打开的就是文章内容的一个编辑的界面 最上面是文章的标题 那么下面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在右边这里有一些文章的一些相关的选项 你可以去修改文章的展示的形式 可以去为文章内容进行分类还有贴标签等等 我们可以现在前台去预览一下这个文章的内容 那么Mac用户可以按住command Windows可以按住control键 然后点一下这个查看文章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文章内容的一个页面 那么最上面会显示文章的标题 然后呢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内容呢下面呢还有一行小字 那么上面呢会显示这个文章的一个发布的日期 所属的分类等等 我们可以再回到管理后台 这里呢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文章内容的一个展示的形式 在右边这里呢 形式这里 那么wordpress呢默认给我们定义了六种展示内容的形式 那么至于使用其中的哪几种的话 那要取决于这个我们当前使用的这个主题 那么这些形式的具体的样式呢 也是在这个主题里面去定义的 现在我们使用的是默认的2012这个主题 那么它决定呢使用全部的这种六种样式 所以在这里呢你会看到有六种的文章的形式 有一些主题呢可能只用其中的几种 或者呢干脆什么的形式都不用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择一种其他的形式 默认的是标准 这里我们选择状态这种形式 然后点一下更新 再回到前台这个文章的页面 点击刷新 你会发现呢这个文章的展示的形式呢 就有了一些变化 那么刚才的那个标题呢就不见了 会显示这个文章的作者和名称 那么这个呢就是2012这个主题 为文章内容定义的状态 这种形式的样式 再回到我们的管理后台 选择标准 点击更新 本期待终于同时的页面